元宇宙 人来来 今天到底应该是要过儿童节还是要清明节 清明节不是都4月5号吗 但是今年好像根据皇帝他是落在今天就对了 就是说今天是清明节 今天既是清明节又是儿童节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 人来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感觉有点精神分裂这样 到底应该是要过儿童节还是清明节呢 七点零三分 七点零三分 当全世界当全岛都在放假的时候 我们我们在此为人民服务 当然今天因为天气实在是警派 不是很好啦 尤其到了傍晚的时候真的很不好 那个但是其实今天白天 今天白天其实还OK 是一直到了下午才比较真的下起雨来 没有我早上其实我一大 我大概七八点就起来了 我就觉得哦哇 那个感觉不妙 但是后来就稍微那个 也渐渐放晴啦 当然不是说大太阳 但是就是比较不那么阴天嘛 嗯 OK 所以今天许多人 许多人都去扫墓哈 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本周假日要比工作日要多 真的 真的很爽哈 不过对于我们今天 仍然要来上班的 现场的 人来讲 还好今天不是一个大晴天 对 否则我们好像 好啦 今天这样上班 稍微 稍微平衡一点的感觉 嗯 OK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 我居然 我居然手机忘了带 但是我居然带了iPad来 怎么会这样 对 但是我有一点点不进来 好 他有点无法进入其他人的留言 今天有人 今天有人要来给我们发 庶民天气报告吗 今天应该没有人在理我们吧 好 今天那个扫墓车潮大爆发 好像很多人都塞在车站里面 对不对 被杀有朋友那个吗 我今天都没有 我没有时间check我的 Facebook 脸书好友们的动态 有啊 就是有些人出去玩的啊 去哪里的啊 就是都听 都看到 他们就是想说 他们塞得要命 塞得要命吗 对 塞得要死要活 对 然后我就有一种 哈哈哈哈的感觉 哈哈哈哈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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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个 哇 我们的脸书有说得非常好 今天是去扫墓的儿童节 好 今天有吃润饼哦 圣中最悦的清明节和希望有朝气的儿童节一起过是很特别的传承 好 说柔柔加油下雨天主持最棒的人来防止停雨 这算是他庶民天气报告吗 好 OK 诶 Jenten Lynn回云林斗六返乡记组织柚子的庶民天气报告 今天云林斗六的天气阴阴凉凉的 有时有透光 还有下太阳雨 风有点大 可是看到气象图片 发现等一下可能有机会下雷雨 感觉晚上会再更凉更冷一点 好像会一路更凉更冷到星期天 尤其星期天会最冷 然后昨天原本就想发庶民天气报告 但结果就因为塞在回南部的路上 没有网路 所以发不出去 昨天从三重上高速公路 一路到台中 居然花我三个半小时 整个一路就塞到爆炸 QQ 至于本月人来风的按赞目标 真的要设六万五千吗 XD 如果是的话 柔姐要更加努力宣传咯 还有四月二十号 我有事 所以我无缘 无缘参加 铺子的卡黎联姻 好伤心哦 祝你们听友会顺利咯 没关系 今年还有其他的机会 上日报 清明时节雨纷纷 早上去庙里拜拜完后 就待在家里看小说 台中一整天都在下雨 雨再不停 都要得忧郁症了 话说刚刚中 刚刚手中的润饼爆开了 柔姐今天有吃润饼吗 今天清明节 今天清明节是应该有吃润饼的吗 对 真的吗 OK 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习宿 因为我们家没有 好 今天是去扫墓的儿童节 Very good 而齐天大圣 在彰化深港的庶民天气报告 今天怕下雨 所以一早八点 大会儿 通通开车 直驱山 山上扫墓 整体天气 就像晚秋的感觉 讲得好 就是一个晚秋的感觉 天色围蒙 略带一丝余光 且凉风许许 有如置身晚秋时节 殊不知 目前正是春末下出的清明时节 还没下出了 对啊 应该是说 冬末春初啊 今年山上杂草丛神 大伙怕下起大雨 所以赶在下雨前 完成慎重追缘的仪式 老天爷真赏也 回徒路上才下起大雨 卡尼联姻的喜宴 电话针不好打 打了六通才接通 第一天开放报名八桌 就快报桌 太抢手了 期待 期待贵子港 聚会当归孙子中 哈哈 建议下次台北举办时 应该租下台北巨蛋 给他搬个一千桌 主题设为台北风人院 万人大会 是一面向风有失望 而且一定会全球后斗 你疯了 齐天大圣 在彰化深港的 马赛报道 陈孟普 三重卢州树 明天记报告 今天早上起床 望着窗外光阴三的阴雨 似乎不能让我为明天的花莲 泰鲁阁之旅 放下任何希望 一阵走走停停的雨室 希望那 希望那都可以集中于水库 而希望明天 泰鲁阁天气能够晴朗 即使有云 也希望有一束光芒 也祝福自己 往后几天的花莲之旅 能够顺利安全愉快 信不信下个礼拜上班 那一整个礼拜 一定是大太阳 当然还很热 对不对 还很热 所以这个礼拜放四天的人 都会很闷 对当他们下个礼拜 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 望着外面太阳的时候 他们会想说 天啊 为什么 这不能是上个星期 放假的时候的天气 对不对 反而 目前在 松江路 中广电台的我们 有一种 小小的 幸灾乐祸的感觉 对啊 这种天气放假 真的很闷 是不是 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就不能做 小黄华之土 成大旱 西延暗天气报告 今天因为公司 还有事情要处理 于是进办公室加班 而天气也跟前日 大同少 晚上下雨 白天雨停 维持阴天 过下午 大旱 西延暗起舞 而六点多时 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 温度最高为24度 目前为22度 赶快把事情做完回家吧 我认为 我认为聪明的人 应该是这两天 跟老板讲说 我这几天加班 把事情 干完 可不可以放我 下个礼拜的假 曾侯儿 树林 早上天气阴阴 到了五六点 就开始下雨 整个天气闷了起来 等等还要下 上班呢 更闷 OK 猪妈妈 土城庶民报告 连日大雨 小雨不断 但是雨 雨霉下在集中 雨霉下在 集水区 请大家不要大意 要多多节约用水 向上天起仇 台湾风调雨顺 熊熊即将 占别蜂友们 但是不要 找那只会念片商 稿子语 看预告片 就在讲电影的 影评人来当代班 很失礼的点名 如J先生 之前常听他讲电影 有这种感觉 J先生是谁啊 平东天气 一热 泳池就满了 今天看到两件 比基尼和一件 白色高叉泳装 算是小宝眼福了 按照往年惯例 今年 今天开放儿童专线 明天开放天堂专线 人生的缩影 就在这两天 的人来风了 I can't wait to 洗耳宫听 那怎么办 今天到底应该是什么 好了 我们还是应该按照 应该今天是儿童专线 明天是天堂专线 对不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 其实是明天也才扫墓 姚尚一 今天庶民天气报告 还蛮蛮 庶民天气报告 花莲的太阳公公 从云层中抽空出来 闲逛了一个下午 在半信半一下 把两个月没塞的棉被 塞进黑色塑胶袋里 希望可以解决掉塵满 截止目前记者解稿为止 太阳公公还在闲逛 一直听见国道塞车的新闻 希望卡努兄顺利到家了 对 结果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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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卡努不知道到家没有被杀 我们等一下打给他 和意境 加意今天 多云 无语 整个显得有些 有些昏暗 正如我被朋友出卖之后的心情 那样烦闷 希望噩梦快点结束 希望倒数三十的统策 快点结束 OK 那个 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机报告 被朋友出卖那感觉真的很糟 Irene刚问说江菜方中何处 粉丝殷勤呼唤 江菜可能暂时不会出现在人来风当中 因为家中有有巨变这样子 所以但是就大家为江菜 希望就是等他心情平复 有机会再来再出现在节目当中 好不好 那么大家为江菜祷告 好吗 那个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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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机 天机报告 我们先打给卡奴吧 我们打给卡奴 我看他到了铺子内 回去铺子 回到了铺子内 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开机吗 我们留言好了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生后开始气费 如不留言请挂断 快速留言都生后请按警示键 黑乱一通 我们想知道 差一点就让 你要按那个 所有的人 你要按那个警示键啊 他才会到语音镜这样子 对他直接跳过去 会吗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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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算了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不要再冒这个险了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他怎么又不开机呢 搞什么呢 直接打麻将打太久了 不是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他回到家没有啊 对啊 OK好 好 反正 那个 今天 今天 既是儿童节 也是清明节 但是 熊熊还是要来告诉大家有什么新片 有新片吗 应该都上了吧 很多 明天又会有新的电影吗 大部分都昨天就上了 昨天就上了嘛 对 OK 这是大档期耶 对啊 所以我就想昨天就上了 因为 对 好 我就想说我今天看的电影版 明天适不适用 应该就一样的嘛 对对 不过他时间还是会改 因为有一些旧的片子 可能要下档了 要下档了 对 远离都市城中 拥抱绿色生活 2013 宜兰绿色博览会 邀您拥抱好香好水 接触清新高气 一起深呼吸 3月30日至5月19日 来苏澳五老坑风景区 和我们一起 友善土地 友善环境 友善自己的健康 唤请您旅大自然最初的关系 2013 宜兰绿色博览会 请您来体验 有一种温度 日历冷气近半世纪 始终坚持做最好的冷气 努力吹送到台湾的每个角落 为的 就是看见你脸上那种 幸福的微笑 珍爱地球 深耕台湾 日历变挺冷气 用微笑的温度 创造在地幸福 一踏起 来来来 阿公 抱一下 阿公 没有温度 我好喜欢 以前说 大人吃温 会整个小孩 中中温温温骨的红温 所以 阿公已经开温了啦 哟啊 你没吃温温 被他健康了呢 无焉 为了爱 政府提供 二代切渐服务 帮助您为爱切渐 请上 0800 636363 以上为 卫生鼠 国民健康局广告 全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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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ly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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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认真的 你了胸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他又破梗了 他又怎么事情 这个月是 我们熊熊 熊熊 应该怎么讲啊 最后一个月 不是 温书价 哦 温书价钱 对 温书价 温书价 人家48岁要去考大学 人家48岁要去考大学 好伟大哦 没有 这一月是他 温书价填的最后一个月 然后 五六七月才会 考完学校 嗯 考完 就十次这样子 考完只考是吧 十次 不是就是 那个学校的独立造成 哦 学校 那个学校 哪一个学校 不能讲吗 可以讲吗 你要考哪一所学校 就台义大 哦 对台义大 台义大 而且你最近在干嘛 你开始写小说了吗 没有就是 什么是 小米还是阿米 还是什么 那个主人 我没有仔细看啦 但是 没有 因为我很久没写文章了 对 你还在写小说耶 就写得很糟啦 就只是把故事写出来 我觉得你需要 比如说 蒋小云写的小说就写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他民国素人治的第二卷 《红柳蛙》 嗯 你应该 你可以参考一下 他们也说他是我们当今的张爱玲 我看一般的书看很少 都是看佛经这样 所以你可能 你要开始写小说 你看 人家这个许家泽密合 他是电影小说首讲得主 嗯 幸福的背后都不可告人 所以你好像也在写这样的事情 对啊 你在写什么 我觉得他好像很 很有一点 有点自传性的意味耶 一半一半啦 蛤 对 就一半一半 你好像从那个 Azo开始写是吗 都有都有 从开山组吗 从台湾开山组 我有印象中的人开始写这样 对啊为什么突然突然 哇 今年你 看来我梦想清单 又要为你清一个位置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熊熊写小说 没有 这些事情我都很早就想说了 对 那今年是 2013年是突然怎么回事 就是熊熊爆发年吗 差不多了吧 不然再不做就可能 Live Gear了 对啊 对啊 真的啊 然后这样你可以 这黄碧云也会写 烈老传 那个文笔 这个写的好的人很多啦 柔姐文笔也很好啊 你可以参考一下啊 要不要考虑写下你的家族的传记 哦 中华民国历史的一页 中华民国历史的一页 真的啊 呃 哇 你对啊 你现在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 你受了什么刺激 没有啊 没有啊 其实一直想做啦 快 你的那个文章在哪里 拿一个那个 不要吧 对啊 对啊 哦 你知道江青啊 就是当年李汉祥 李汉祥一首捧红的大明星 然后也是刘家昌的第一任妻子 他后来也成为舞蹈家 对 我们之前电影有讲到他 对对 然后他 他其实现在也开始 也开始写文章了 嗯 然后这本其实蛮好看的耶 我再看过几篇 叫江青故人故事 嗯 然后里面 里面这个 描写了很多人 从三毛到张大千 刘兵燕 高信江 胡金泉 张美瑶 朱牧 张冲 李汉祥 哇 其中有一些人我都 我都见过耶 像张冲啊 朱牧啊 嗯 高信江啊 OK 张冲跟我祖母家 好像有点世交的 远亲关系 对 对 他的父亲跟我 祖母的父亲 带把充滴 对 反正就是 OK 那个 快 快 来 你要直接念是不是 你自己念吗 还是我念 你要念 我觉得我写的 不好啦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吗 所以你就一个一个人物 在刻画吗 没有 就是我 本来一开始是想到哪里 写到哪里 可是长冲姐姐跟我讲说 不行 你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 规划一下下 这样 所以我昨天写的 就是写 整个篇都写 跟我阿嬷有关系的 那你现在给我看 那你现在 这是第一篇 OK 对对对 阿财 阿财一出生的时候 就有一头卷法 也不知道他是遗传了谁 人家都说 卷法的人比较风流 这个说法 让他后来结婚后 一直跟老婆 争吵不断 常常为了蹭衫 沾到了口红印 还是身上沾染了脂本味 大吵大闹 街房邻居 常常听到都习以为常 其实他一生过得蛮辛苦的 跟阿月结婚 虽说是自由恋爱 这在民国三四十年时期 还是 可是还算少的 少少的渔村 一有风吹草动 还不是三姑六婆 过五分钟后 就搞得全村人间 人尽皆知不是吗 他们俩恋爱 也算是小村里 一桩家话 你说好像应该改成 日剧时代的年份才对 那个时候 小渔村里 应该是按照 好 三四几年 其实很落后 可以 但是他那时候 不是民国 那时候是日剧时代 对啊 对啊 OK 三四四十年已经了 已经光复了 三十八年就光复了 二十 不是不是 二十几年 对不对 没有 民国的话 民国的话 我们一直都算民国啊 民国初年 民国 民国 对 但是你说在台湾 OK好 那我 你这是在写 这是阿财跟阿越 是你爹娘吗 以他们为冤行 对啊 我有看到几篇啊 小亨利 小亨利就是小米 小米就是 ML 这小米天生注定 一辈子被取外号 取个没完没了 你是在讲我吗 不是你 不是只有你 说大哥目肿吗 个头小被欺负 还学武功 这小米更矮小 照片里被爸妈 抱回老家乡下 做客的那张 一手抓着自己的大耳朵 一脸害羞的模样 再配上他大大的头 瘦瘦的四肢 偏偏肚子大到像 非洲难民孩子似的 不成比例 怎么看都好笑 小不点 小育儿 小痘痘 反正他就以小字 开头外号多到他 都不知道有几个类 有一天已经读了 号称全台湾最贵的 美术 位族高职学校的小米 哦 他这时已经开始 走国际路线 被叫小亨利了 小亨利很爱惜救的东西 尤其是跟自己 有关的事物照片 衣服本子啊之类的 他不小心搬到 自己小学六年级 使用的家庭联络簿 上面白纸黑字写 这一年级上身 一年级 上身高 九十九公分 体重二十一 这九十九 这写错吗 哈哈 现在 三四岁的小朋友 身高一百多的 比比皆是 九十九是什么东西啊 美猴王 又是另外一个人 是个哥哥吗 没有 就是小段的 那个小彪啦 哦 对对对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 我就写一段 这孩子都生了 总得照顾吧 阿财跟阿月六个孩子 该生的都生了 也大概生不出来了 这一则是什么意思 怎么写 阿月都已经快四十岁了 再生会被街坊凝据笑吧 不过他们这年代的人 生个五六个都很正常 而且政府还鼓励大家 增产报国 人丁旺好做事 当时的气氛 的确是这样 没错 工作了十几年下来 好害怕 柳家的经济状况 随着阿财的努力 也逐渐改善不少 甚至可以说是富裕的 嗯 OK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 没什么意思 真的 看到我们迷勒熊的那个 连载 没有我有跟那个人讲 我说你不要再贴我的东西 给楼姐看 因为楼姐有我家 我脸书 她要看到 会自己会看到 不需要再贴了 她可以贴啊 贴在我们那边 这个我只是个人的 想念一下 小事这样 让更多人 不是要惊动 但我觉得今年是怎么样 今年是你的创作 熊熊创作元年吗 没有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很多事 你一直想做嘛 真的吗 但是就是没有去做而已 然后就发生在这一年就对了 也没有啦 是不是 也没有啦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新兴乡土文学 你可以 林玉云海秀 这个海秀 这可能是 比较是你的路线 嗯 对啊 我觉得 对啊 这个 这个可能 给你一些灵感 没有 就那一天我在写我出家的事情嘛 嗯 就写一点点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大家就很想继续看 然后我就好 那我就从头开始 他需要从你接 你要开始写就对了 所以写人你不需要这本金刚 金刚经寻宝 OK 因为 因为 这个算是金刚经的一个入门导渡 陈念轩所写的 这个 这个太幼稚园了程度 这我来看看还可以 这本书 没有 现在 我发现就是大学 老师在教佛学都乱教 这才恐怖 他把那个什么 扇财 我是扇财 华言经里面的一个 一个人物 菩萨 说成是红爱儿这样 他搞成是牛子 你来一正式听一下 今天我们 X出家人 迷勒熊 影评人 即将要去温宿 哇 天气真好 那 最佳野餐吧 耶 妈咪吃炒饭 妹妹最爱意大利面 爸爸吃炒乌龙 他哥哥吃顿饭 再用平底锅烹煮 把五盐六色的蔬果 都夹起来 加点青菜 加买银料 铺上桌巾 摆上小花 哇 开心同乐会 简单做 开心吃 桂冠十分轻松料理 开刀 找一个最能储存 回忆的餐厅 巴黎厅1930 能让您品尝美食 巴黎厅1930 能让您感受时尚 跟一起独家配出 鲜果奇典的桌边服务 以法式专业服务 提供您美好用餐体验 迷恋经典 雅都立志 巴黎厅1930 我是跆拳道选手 王炳顺 去年我在四军赛 赢得新牌 那是我第一次代表台湾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2017 世界大学运动会 在台北 是台湾主办 最大的国际运动比赛 这一次 世界的舞台 就在我的家乡 和我一起 习气 大 向荣耀 继续燃烧 2017台北市大运 台湾动起来 世界动过来 以上广告 由台北市政府提供 I like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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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海风 全海风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认真的 你了声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不要破坑了 好啦 别人来代班 我们还是会播这个片头 这样子 你不在的时候 就把这个 没有 我觉得 就是用以前的那样子就好了 这样对他不好意思 那大家会想你 你一播一次 不是就想一次吗 对啊 好啦 这我刚才想什么 今天天尾的 台湾光复是民国34年 1945年 对 民国想到38年 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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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拨迁来台 是爸爸来的时间 对啊 因为你的记忆点 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啊 真的小孩子 柔姐 不要放熊熊温书架 除非他温书时间 比经营脸书的时间多 熊熊没空到中广上节目 可以改成每周四 空中连线啊 熊熊你对得起 支持你的风有吗 有空写连载小说 没空讲电影 不是你讲电影要看 哦 OK 其实重点是在花那个时间去准备 OK OK 就为什么要请假的原因是因为 他没办法看 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 熊熊现在每天看多少部电影 你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熊熊熊熊的音乐是是是是怎么样 没有有有时候不一定啦 不一定每天都看 但是有时候一看就是五六部这样子 对对啊 就蛮恐怖的 会很集中 然后一有影展的时候 就是要多看一些 有人说你搞不好到斯德哥尔摩去领文学奖吗 你们想太多了 那个小说的大那个 的title是 就我想说写出生一部这样子 然后出家一部 然后出世一部这样 对所以你是什么 熊熊三部曲 就有点想这样子写这样 就很早我一还俗的时候就想这样 对那你有有一个小说那个 对没有啊 我就先反正先把故事写出来 OK反正就是先暂定啦 对啊 working title 人家都有一个working title 应该 很多电影很多电影或小说 他正式名称没出来决定不了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working title 所以让参与这个工作的人至少有一个 如果如果真的写的话可能会蛮多的 也许五六十万字这样 哇不得了耶 熊熊创作元年就是就是今年了 今年是你雄心壮志的一年啊 我是先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没因为那天我被刺激到 被谁刺激了 就我写出家的事情的时候 我一个远在高雄的老师 他就说 我说我文字 我是谦虚的讲说我文字不好 当然我写的也不好啦 他就说那你可以录音啊 所以我就有点火了 我想说为什么不能自己写 所以我就开始写这样子 所以你就开始写了 对其实文章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会越写越好 像以前在写音频的时候有意思啊 刚开始可能写不出五十个字 可是到像设计什么 都一写就写一两万字这样 嗯 就是会有很多的想法 文字就这样 你越越跟他亲近啦 你就会越越handle 柳姐写稿子应该有这个感觉吧 像现在就随便写就 琵琶就一大篇啦 跟刚开始第一个礼拜写 这应该不一样吧 还是你没差我不知道 就是你越写会越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都越能够掌握 不过你突然突然就是有话要说就对了 也没有耶 就是其实一直很想写这样 OK 可是不知道以前比较乱吧 现在比较冷静 因为已经隔十年了这样 你比较可以第三者 对对对对 第三眼观看 观看对不对 OK 所以台湾周末票房排行榜 上个礼拜这个特种部队正面对决 我们那时候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讲到 非常的夸张 就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GI Joe 对然后现在不晓得破译了没 我不知道 也许已经破译了 那美国那边也是都冠军了 那第二名是全面攻占倒数救援 这部也是 我去看了这部电影 你去看了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 很想把那个国防部长杀了 就是站在摩根菲里面旁边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电影当然一定是一两年前就筹备拍的嘛 对对 然后你看为什么这个timing这么奇怪 就是他上映的时间 就是现在北韩 就是现在 应该说北韩一直在搞这些东西吧 不是 但是你看他现在上片的时期 我知道 就是北韩就已经又 你在帮他宣传吗 把跟南韩的热线剪掉吧 对对对对 然后他又重启他的什么盒子炉啊 对对对 对啊一部就是要准备要宣战要打仗的样子 有时候好莱坞就是他们那些制片家很厉害啊 很敏感 就是他的那个嗅觉 比我们一般人要更那个吧 所以他都 有没有很奇怪 对啊 这个时间点 后面还有一部 就炸掉白宫的戏 后面还有一部 电影会上 你会上另外一部 大家很想把白宫炸掉这样 不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他有点没有把那个恐怖分子 没有太厉害是不是 对就是对那个恐怖分子好像应该动机在交代的更清楚一点 对 他纯粹就是 其实还好啦 因为也蛮多人看过 就是他其实纯粹就是要塑造那个男主角 成为新一代的 就是要替代像布鲁斯威利那样子的 你不觉得很像布鲁斯威利以前早期演的片子的那个感觉 嗯 有没有 嗯 就等于一个英雄 英雄人物就对了 嗯 就其他人不是太重要 不过他把这个白宫的那些 炸得很惨 然后作业情形都他全部 对我在想说如果真的像他演的那个样子 他的整个那个保保全的设施啊设备真的是像他那样子的话 那这个电影根本根本就是一个指导手册嘛 就真的教人家怎么去 怎么去 攻占白宫 对对对对 不好像有点太容易了一点就是了 而且后面他们的处理我觉得稍微有点太太那个 应该可以拍的就是这个脚本如果写的聪明一点的话 这很白痴啊这个脚本真的是 其实美国居然是一堆那种连我我这种不懂军事人 我都知道不应该那样 像比如说六六架直升机飞过来 然后已经被打掉四架的时候 那个里面的那个指挥官才那边 回来回来 已经 六架已经掉了三分之 就是你应该第一架被攻击的时候就应该回来吧 不是啊不是那个将军坚持要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会有很蠢的领导人啊 否则怎么会有人打败仗呢 对不对 然后那个要杀那个男主角 就是窝里凡的那个角色 那个美国的那个角色 那个动机也交代不轻 没有他最后要杀死他的时候 他居然还告诉他说他要干嘛这样 嗯我不太记得了 我深精半夜看了 OK好 深精半夜看了 所以就 好还蛮好还蛮好 就过程是很刺激紧张啦 可是那个脚本身的漏洞很多 我不得不这样说 对啊对啊 就是很好笑 就蛮低 蛮低智能的 那种感觉 好反正就是一个动作片啦 你就要看动作片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的话 他前面那20分钟是棒的 嗯 就是在攻打白宫那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很过瘾 嗯 就很多就没有废话就对 就劈啪劈啪一直打一直打这样 好 第三名是奥兹大帝 第四名是古鲁家族 这他是三天的口碑场 那这个礼拜 就昨天也上映了 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那第五名是美丽魔物 第六名是派特的幸福剧本 第七名是心灵勇气 第八名是悲惨世界 第九名是港督 好厉害 第十名是阿嬷的梦中情人 OK 可能那个就是我们电台帮了不少忙这样 那个派特的幸福剧本还太延了 嗯 而且就是一年维持在大概五名六名这样子 嗯 也有六千多万的票房 应该不止 对 因为我们这边直接就是都用台北的 去乘两倍这样子 嗯 那个古鲁家族 古鲁家族也是我今年的年度十大片 哦你的年度十大片吗 而且我觉得 你看要穿过十部了 没有啦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没那么 才卖入第四个月 你已经年度十大了 呃 这部片真的太棒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 而且他有可能就是明年奥斯卡的得奖 或是大热门提名片 一定的 嗯 那这部片我觉得他几乎已经有取代那个玩具总动员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的这样的成绩 这样就是那个系列 对 因为因为他不单单创造了一些新的角色 嗯 然后呢 他又把很多我们一些现在很新的一些概念啊 带到里面去 然后呃 里面的一些角色其实非常的非常的普通 就是说呃 这个呃 爸爸 阿尼卡拉斯凯奇 他配的那个爸爸 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然后只要他的儿子女儿就是想要向外发展 因为以前的那种古时候的呃 那个时候的一些生活就非常的严峻嘛 就每一个人都要会打猎 嗯 然后就是很原始的方式活下来 嗯 然后就动不动就可能 呃 他一开始会先介绍说其实这个地球上 而不是这个地球上 就是他们知道认识的家族就有好几个家族 嗯 就是就就是一个爸爸 就是一个领导者带领之下 可能呃 有这个婆婆 呃 这个这个妈妈 然后他的三个小孩之类的 那另外一组的人 他也会这样的状况 可是他们可能等 比如说被那个超级大只的蚊子钉死了 嗯 然后另外一边是被什么大象踩死了 嗯 就是本来他会用一种很好笑的方式 先把就是交代一下 就是哦 他们为什么只剩下他们 所以导致于爸爸就是为了保护他们 就是跟他们每次都会讲故事 每天晚上睡觉前 嗯 会讲故事跟他们讲说你不能去冒险 冒险就是不对的 嗯 会死掉什么什么什么 嗯 但是呢他当然会有一个意外的的产生 就是他们以前一开始并不会 那当时的人类不懂得怎么去运用火 可是就会有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一个原始人 就他是懂得运用火的 而且他非常的聪明 他一个人就活下来 所以他的家族死掉 所以就这个人会去刺激到这整个家族 嗯 而且刚好碰到就是刚好是 呃这个地壳变动的时段 所以因为这个年轻的这个女生 就是爱马斯东所配的这个女主角的角色 他就是刚好叛逆期 大概是十六十七八岁这样 对就是他的设定其实很好莱坞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是 他用很多用很多很创意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 比如说史上第一把这个人类去不小心点着的火 嗯 然后引发那个爆米花 就是以前的那个玉米就是很大一根这样 然后那个爆米花就是因为被这个火加热之后 然后就变巴变巴 就变成就变成他们不小心就就吃到了这一堆东西 然后吃到熟食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男生就一开始可能他爸爸一直觉得奇怪 比如说他里面有一段呃呃呃这个这个女主角要跳下去游泳 因为他没有看过海洋嗯 那因为地壳变动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进入了另一个地方一个世界 就是我们本来是整个墙壁啊 比如说山啊 阻隔的 可是因为地壳变动的关系 他们反而去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 但是是非常漂亮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好像世外桃源这样 那去到那边他们要游泳 那那个男生就先跳下去游泳 然后那那个那个女主角他也要跟下去游泳 然后爸爸立刻说 哎不行哦 这个水哦是什么什么哦 然后你要你要小心啊什么 然后那个那个女主角就说 是吗是这样子吗 然后那个那个男主角就跟他讲 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小男生跟他说 真的哦这个真的有危险 然后他马上那个表情就变了 就是他会用很多很多对比的方式 然后里面每个角色啊 其实他们的个性都非常的鲜明 然后里面就从原始人开始 就是丈母娘跟就是自己的 就是丈母娘跟他的女婿啊 两个人关系就是不好这样 所以他会用很多 就是我们都看得懂的方式 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看得懂的方式 去讲这个故事 然后里面的那些那些动物啊植物啊什么 都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 然后他的3D是绝对必要性的 就他里面的镜头啊 那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很多电影 都很怕那种360 这是3D啊 对对对3D的 这360度转的这种镜头 其实有时候你用的不好的话 就会变得很low 就是你只在耍技巧 可是这个片子 他前面大概有20分钟左右 就是他们在捕捏的那个过程啊 真的是太精彩了 然后最后就是像有点像 类似像2012那种山崩地裂啊 然后地壳变动那种 他那个整个场面啊 真的是控制的拍得太棒 然后到最后 到最后的时候那种 某一种必要分离的时候 我就真的感动到 就哭了 类崩 熊熊带住 真的很感人 类崩 我跟你讲 这个片其实我已经看两次了 我还想看第三次 Oh my God 好好看 我好喜欢啊 里面每个角色都好可爱 所以 我非常喜欢 我当然是五只熊啊 Oh my God 天哪 真的好好看 我跟你讲 你放昏书架以前 你要告诉我们 你的十大已经有几大了 我大概五步吧 对啊 已经五步了啊 你 没有 可是如果有更棒的东西 当然会调整啊 OK 可是基本上那个 别准要够就对了 好 古鲁家族 很好看 The Crude 我们熊熊给这个梦工厂 2013年强力这个 而且我觉得他们 五只熊 他们这些明星 他们配那些音啊 真的是太厉害了 尼克拉斯凯基 莱恩雷诺 非常有感情这样 你会感动 你累崩 老公 我们现在快有北冰了 总不能继续租房子吧 现在房价那么高 怎么买得起啊 听我同事说啊 他最近买了好吉士 单房只要428万呢 什么 单房只要428万 对啊 而且好吉士 现在买新房 还抽新车哦 我这样好看一大机哦 快 老婆 我们现在就去 海北向东 20分钟 1001字头 好吉士02-2457-0666 来来来 阿公 抱一下啊 阿公 没有烟味 我好喜欢啊 以前说 大人吃烟 会整个小孩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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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你不吃烟 变得健康了 无烟 为了爱 政府提供二代解缘服务 帮助您为爱解缘 请唱0800-6363-6393 以上为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广告 快乐同节就到福禄秀观光酒场 4月5日 6日 与云林县政府文化处合办的 2013乐活童年在云林的活动 除了免费导览酒博物馆 还有烧心酒站 和福宝宝手机调室DIY 详细请查 05582-3106 以上今年爱情料 I like I like 日和晚乐 I like I like 日和晚乐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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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风 人来风 Holly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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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认真的 Mila Sean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不要破梗了 那什么事情 我们还看电影的出家人 即将于这个五月份 开始放两个半月的温书假 要去考大学的 熊熊 今天的昵称应该是创作熊 感谢我们的杨哲伟 没有准备要写一篇 就是我的绰号 全部集合在一起的 我一定有在讲 一定很好笑 放作熊 因为他这个礼拜 因为是这个礼拜 开始写他生平第一部小说 三天前开始写 三天前吗 我怎么写的已经很久了 我觉得我看到好多好多 没有我一天写五千字啊 我早上去起床开始写 写到十点多这样 你真的是 然后我就写一篇 文师全勇 写一篇我就贴上去 写一篇我就贴上去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你已经创作已久 没有了 OK 今天还没写 所以有人说 你应该 你这个小说 应该这个熊熊三部曲 应该叫做 熊之物语 里面他们姓柳 不姓熊 柳熊之物语 也就是记 而且我们现在 你现在就要讲这个 经典日片 东京 东京物语 Tokyo Story 小金安 阿尔朗 因为就是去年出了这个 大陶鼠 去世之后 就是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 他们蛮有心的 就是DVD店 都会把 就是今年去世的 那个一些影星 或者是导演的东西 全部放在一起 一大片 这样 然后小金安 因为今年是蛮50周年 逝世 那他的这个 中京物语 他除了他自己 自己非常喜欢之外 就是不管是英国 美国 或者是全世界各地 办很多的 所谓的 什么百大电影的选票 什么 他都站得蛮前面 甚至在英国 还会得到第一名 那像吴迪艾伦 侯孝贤 或者是说 昆金塔 提诺 其实很多导演 都蛮喜欢他的片子 那侯孝贤 其实在拍 他的自己的作品之前 完全没有看过 所谓的小金安良的作品 可是很刚好的就是 他所拍的那个角度 就很像小金安良所拍的 因为 好像像这部 东京物里面的男主角 这个 利志仲 他演的他的片子 至少我看 本来是90%都他演的 就他一辈子 几乎只拍 小金安良的电影 然后小金安良的电影 其实每一部片的内容 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一定是 这个老爸要嫁女儿 然后老爸就很伤心 然后就开始 有很多的回忆 然后就是 或者是说 他的家人 里面当中 有人什么样的 变故什么的 然后他就去找他 然后他的摄影机就是 的位置永远是摆在 所谓的 有人把它称为 说有一个名称 叫什么 日本人的角度 还是什么 就是日本人 跪在榻榻米上面的时候 眼睛所看过去的 那个角度 然后刚刚侯孝贤 以前拍的时候 也用了 差不多高度的 所以日本人看到 侯孝贤的电影 会有一种熟悉感 而且都以为说 其实他是学 小金安良 但是其实侯孝贤有讲 他从来没有看过 小金安良的电影 后来他帮 就是那时候 好像是四十周年吧 拍的那个 咖啡时光的时候 就是日本人 特别特别找 侯孝贤来拍 就是也是纪念他 那这一次会 把这个东京舞 修复版重新再演的原因 是因为 再过两个礼拜 会演一部 就是向他致敬的电影 叫做东京家族 那也是找到 非常非常多的 大卡斯来演 所以就是 这个片商 同样的片商 他就 我应该看过这部电影 但是我不太记得 所以 可能我可以再去看一遍 就是了 他现在就是说 把他重新数位 修复就对了 对 他可能比较 就是会比我们以前 所看的那个版本 胶卷的版本 会好很多 就是那个效果上面 OK 然后这个 东京舞 你要给几只熊 其实我看过 但是我也忘了差不多 但是就基本上 都是五只熊 因为他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 可是就是你要 很有耐心的看 因为他的镜头 真的很慢 讲话也很慢 然后吃东西干嘛 就是 我认为我可能 不应该再看第二遍 大家好 我是王士贤 在户外 我佩戴全视线 预防死外线的伤害 在室内使用3C产品时 就交给 阿三级赖 绿蓝光镜片 它能有效过滤LED灯 及3C产品的蓝光 降低对眼睛的伤害 户外全视线 室内绿蓝光 全方位保护你的眼睛 靠到眼睛公司 有人在古海里蹿啊 主到三 古海翻身不是梦 用元大全震网快搜123 三秒速配全震 以脚赚大 日体上网完成快搜 下单再抽iPhone 4月17日 元大宝来券券 单身讲座 台中场开班 快上元大全震网报名 货差0800 037 888 投资一定有风险 购买前请先了解 相关法令 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阿正 你在吃啥 你这么多罐 阿露水滚 摘断和摘断都摘断了 阿露水滩 如果没有控制好事 可以滴到这油脂杯 所以就不我吃这 哎呦 来陆不明的油 不要乱吃 有糖尿杯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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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来看他心好好治疗 叫灰糖 灰隔壁隔壁隔壁 控制好 比较重要 比较三高族群 要定期燃火燃料 燃火啊 会和你亲控制北京 这样油脂才不够重 以前说过 有国民健康就够重 人来风 人来风 认真的 Mila Sean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那又破肯了 那什么事情 对对对 OK 我原来风 官方脸书 黎明柔暗战元素 已经来到了60348 4月份的目标是 六万五吗 好啦 先定个目标 答不答得成再说 应该蛮简单的吧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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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上次 你4月20号来跟我们去嘛 对不对 嘉义 不是票已经买了吗 等一下票已经买了 我给你确认一下 当然啊 当然啊 有有有有 OK 所以他非常认真努力的 当天 马上打给你 10点5分吧 就打了 那个OK 这个AKB48 这部纪录片 照类交织 就是 应该会卖的蛮好的吧 他们其实就是 我不晓得总共几部 但是我记得去年 已经演了两部了 然后这部 这部 就是他一样没试验 而且他们的宣传呢 就是给我们的资料 少到一个可怜 就是一张海报 上面写AKB这样 AKB48的纪录片 No Flower Without Rain 然后他就说 什么团员竞争啊 然后差别待遇啊 然后很多什么手段 要怎么样留下来啊 要把48个人都拍进去 我的天 宿主The Host 这是一个恐怖片 不是不是 他其实蛮温和的 而且是目光之城的作者 就是他 就是等于他的人生的第二部 畅销的小说 那我们都知道 目光之城 他里面就是大打这个 俊男美女牌哦 那这部片呢 其实他也 也有点这样子走向 那女主角就是找到 那个淑坠的那个 沙柔斯罗南 他当时就是 以那部片呢 就是一炮而红 而且被提名当年的 最佳女配角 那男主角其实 就好几个 然后长得都蛮像的 那我觉得 这一次的男主角 选的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比较让我惊艳的是 其实是都没有提到的一个人 叫做威廉赫特 就是蜘蛛女之文的 那个男主角 他在里面 他真的老了 而且秃头秃得蛮严重的 但是他演技 还是一样很棒 他在里面演一个 就是说 宿主基本上就是说 地球后来已经被外星人占领了 那这个外星人 他们的生命形态 是有点像那个蒲公英 的一个透明状的一个 就是有一坨东西 然后你会感觉到他很轻 然后他的 他身上是很多的 一丝一丝的那种 像触角的东西 那他们会抓到人类的时候呢 就把人类的那个脖子 后面这个脊椎的地方 把它割开来 那就拿了一个 很像那个 Apple产品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概念 真的有可能是学Apple 就是一个很像 Apple的滑鼠 我不晓得 有没有看过 那个白色滑鼠 就是整面上面 是很光滑 好像一个 四分之一圆形的 那样的感觉的滑鼠 然后它是上下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那个接缝 而且没有任何的纹路 什么 它就是一个银色的东西 然后一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生命体 就在里面 那就把它放到 还没有完全死透的人的身上 然后它就进去里面 然后当它进去里面之后呢 那个被附身 被计数的那个 人类的身体 的眼睛 就会变成 有一圈白白的圈圈 所以它们基本上是用 你有没有那个眼睛 长得跟人类不一样 来分 就是说你是人类 或是外星人 然后这外星人 很好玩 它们其实是非常 讲究和平的 它用这种方式 但是就是要占领 占领你们这个星球 它们用这种方式 已经在这个整个银河系 就是占领了十几个地方 那人类当然就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然后可是 就是它那个生命体 其实分两种 像这个里面的 另外一个女主角 戴安克鲁格 她所演的角色 就是收补者 然后收补者 对对 收补者是干嘛 就是比较强悍 而且专门在搜查 就是人类的踪践 然后就把它变成说 我们可以寄数的 一个生命体这样子 那就是反正 这个故事其实 蛮複杂 但是主要就是说 这个女主角 当她被抓到的时候呢 她另外一个本来 本来应该要走掉的 那个原始的人类 人类的灵魂还在里面 所以就变成两个生命体 在共用一个身体 然后常常会互相 有冲突 有矛盾 然后最后甚至于 因为这个 等于是说 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外星的 那个生命体 它有一种觉悟就对了 所以她后来 甚至于帮了人类 所以她会有两边 两边这样子的 就是完整的介绍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 后来其实有 同时有两三个男生 爱上这个女生 可是这个女生 他们爱的是 一个是 后来被计数的外星人的 那个名字 的那个人 的那个生命体 一个是旧的 一个是原来的 那个前男友 好复杂 我已经听不懂了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 你就会有那种 目光之城的feel 又出来了 就是一个女的 就同时爱上 两三个男生 同时爱上 这不是就是 目光之城里面 最爱用的梗 这种 类目光之城的情节 从来没有发生 在我身上过 这种幸运的事情 这种幸福的事情 超乎幸福的事情 你的个性就不是这样 你就是专一的 OK 对啊 就那个女主角不是 目光之城那女主角 也不是 她现实生活 也在那边胡搞瞎搞 了解 反正就是说 我是觉得 就是说 她这个片子 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中说 是恐怖片 因为宿主听起来 其实很像恐怖片 好像被附身 其实并不是 她比较是 讨论到一说 一些哲学的东西 或者说 到底生命是什么 然后我们人类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 觉醒之类的 我给三之雄 三之雄 红熊熊给三之雄 OK 现实宿主的 后三之雄 现实搬贡 SNITCH 这个是这个礼拜 最让我跌破 演技的一部片子 就是好看到 一个不行 真的吗 那个巨石强生 我觉得啊 他如果以这部片子 被提名什么 演技之类的提名 我都不会觉得奇怪 因为他在这部片子里面 完全不是演一个 他虽然身材 还是大之老 但他在里面 是演一个 平凡的货柜车 在一个家里面的 就是一个货柜车的老板 就是经营这个交通 这种运输公司的老板 对 那他的儿子贩毒 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他需要去救他儿子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 妈妈总喜欢坐在窗边 等我们回家 今天搬进新家 远远地就看见老婆 坐在窗边的身影 妈 我懂了 你想让我们回到家 就有这种安心的幸福感 Window is live 进红气密窗 现在时间二十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 我是胡香华 播报新闻提要 中国官方确认 H7N9死亡病例增加为4人 新增的是一名江苏男子 从事积压运输工作 因应H7N9 广东成立防疫专家组 由防疫专家钟南山带队 H7N9病例数增加 台湾民众跟着紧张 1922防疫专线来电量 暴增了一倍 李朝青喊冤 江一话力挺内政部 强调并不是未选先判 李洪源也说一切交由 司法判解 希望李朝青好好面对官司 中华职棒晚上进行 统一师对一大犀牛台南球场 涌入一万两千名球迷 写下近年来例行赛记录 连日大雨影响 南横公路159公里处 贪方交通中段 预期8号傍晚才能抢通 虽然道路中段 还是有五六十名 要前往嘉明湖的登山客 不停劝阻 强行通过贪方路段 巴基斯坦一名文盲家庭主妇 成为第一位 获准参选国会议员的女性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血奔 药理师教授潘怀宗博士 在中广空中开场 小健康欧帕 你一定要听的课题 小中风的前兆 巧克力降低中风率 吃坏油会伤心 血压药的交互作用 骨质疏松正流行 通质继续隐藏为继 防止脑力退化绝刀 咳嗽的警讯 浓入手术自保秘诀 远离金钱症候群 防晒有技术的迷思 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 无所不在的不效量 生活中的致癌物 避孕药的危机 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 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 医学金痴多到读不完 让潘教授说给你听 健康用轻的 你随身的健康宝典 安慧中健康随身金 全套8CD定价699元 地购单线 02-2518-0855 02-2518-0855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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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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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让警察这边能够抓到某一个 不管他的层次 也许是贩卖 也许是制造 也许是更大的后面的那个头头 就是你只要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你自己本身就可以减刑 就是可能十年变五年 五年变一年 比较供出来后面的人 没有没有 就想办法让他真的抓到 所以他的儿子拿到那一包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之前一天 他的好同学好朋友跟他讲说 我这边 而且他有一些行话 什么两条船 就是我也不懂 然后他就这么candy 那这个就比较知道 可是他说两条船 就是可能是两大包的意思 然后他就收到那个 就当他把那个包裹一拿出来的时候 下面已经有一个那个 FBI的一个追踪器在里面 所以他儿子就被抓了 那这个儿子 这个出问题的儿子 其实是前妻的 那他自己本身 现在目前还有一个 一个小女儿 而且就年纪比较小 那第二个老婆 当然年纪也是比较小 然后他怎么办呢 他没办法 他只要去 就是找了很多的方法 然后终于知道说 其实有办法帮忙减刑的人 是这个检察官 不是法官 是在判 或者是在经 经手这个案子的那个检察官 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苏莎 苏莎兰登的这个角色 那苏莎是检察官 苏莎兰登 他同时也要竞选市长 或者是州长之类的 所以就变得有这样子的厉害关系 那好 那他怎么办呢 他因为他儿子 其实就是最末端的 而且他儿子非常地讲义气 就是他明明知道 可以供出某一个人 或是某一个环 某一环可以知道 就是让自己减刑 可是他儿子就非常地坚持 那因为 其实 就是虽然说他 当然他没有前科 可是他见到里面的时候 其实监狱里面 就非常的恐怖 就对了 所以当他爸爸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去看他的时候 他儿子就被揍得 非常的严重 所以老爸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 帮忙 所以就这样 他就找了 就是他的所有的工人里面 曾经有过前科的 的人 然后里面有贩毒经验的人 他就去找他帮忙 结果没想到最下子不得了的 就是很短的时间里面 他就touch到了一个 美国一直在抓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毒枭就对了 而且这个故事啊 就是一般我 你常常会听到我讲说 就是镜头乱晃 但是这部片啊 晃得非常棒 非常有道理 这部片子晃 这部片子 就是该晃的地方要晃这样 就是 就是那种手持拍法 你刚才把刚刚那句剪这样 这部片子晃得非常棒 晃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 比如说像有人看什么 科普罗档案啊 就这么骂 就是 就根本不晓得当影 摄影师在晃什么鬼东西 可是这部片啊 他就是 他那个摄影其实非常的讲究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随便拍 机就听过设计 OK 然后尤其到后面啊 后半段 就中间我就拉掉就不要讲 后面的时候 后面那个整个那个动作戏 跟追逐戏 而且他怎么去反败为生的时候 真的是太精彩了 所以他就是每个地方 每个环节都能够去掌握 而且我看到了 就是据实际上说的演技 在这部片里面 你也哭了吗 这部电影 有 对 我看到后面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哭了 我真没用 我真没用 我给五只熊 你给五只熊吗 没有 我跟你讲 而且他 他完全没有抢戏 就是很多动作明星 你会发现 导演一直在take他 一直让他表现 他多英雄 可是这部戏 他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电石翻购 你有没有搞错 你真的给五只熊吗 真的 我自己看完出来 我本来想把我的眼泪拍下来 当作那个 可是拍不出来 就是那个相机的像素 可能太低了 我怎么弄都弄不上去 我就拍不出 我也不好意思 叫那个撕票的人帮我拍 对不对 真的很好看 我很惊讶 而且我跟你讲 就是这家发行片商 他们很好玩 就是有时候像这种 好看到不行的片子 他们偏偏就不识片 然后就没有人知道这样子 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干过这种事了 就是明明是那种 就是年度那种必看的电影 可是他们偏偏就没有识片 哇 限时翻购 我们熊熊居然给五只熊 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好喜欢 哇 而且他里面有一些 做人的道理在里面 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独销 两个独销就在对决的时候 他处理的也很棒 就是一点都不善情这样 可是又很有味道这样 哇 五只熊 限时翻购 巨石强身主演的限时翻购 我真的没想到 我自己也蛮惊讶 因为看我 我想说 啊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太棒了 我的天啊 根本就是 就很棒 OK 好 我最亲爱的 Diris 这是日本电影 对 本来是应该在前面的 然后就是这个高昌 高昌健 大帅哥 对 他以前就是 我现在也老了就是了 他年轻时候好帅 高昌健 现在其实还是很帅 他只是就有白头发而已 那他跟这个将棋康南 这个导演啊 他们已经合作了20次 然后女主角是田中玉子 对啊 里面都是大咖 你看佐藤浩世 北野武 曹简刚 然后这个林赖瑶 就很多 很多那个 那个谁一定喜欢 那个一篇打人一定喜欢他 对 我最近 我最亲爱的 这是梦幻卡斯 所以 他也是 就是 他们两个已经合作20次 而且这个铁道言也是他 就是他成名的 这是我们这个高昌健先生 他成名的那一部作品 也是这个导演拍的 他两个已经合拍了20次了 那这部片呢 就是走那种 很日式的风格 就是他的老婆 是他在监狱 当担任那个指导员的时候 然后来到这个 有点 也那不叫闹剧 那叫闹什么 就是来唱歌 给这些受刑人听 那就是田中玉子的角色 那因为这样子 他们就认识了 然后后来认识以后就结婚 那在别人眼中 就是神仙伴侣 可是他老婆就比他早死 那他就当然郁郁寡欢 可是他突然就是在 他老婆死了快几年之后 突然收到两张的 明信片 一张是他老婆之前寄给 就留给他的 然后他就 应该不到十年 反正就是几年间就对了 那他老婆上面就写说 他希望啊 就是骨灰能够撒在他 出生地 他的家乡 然后再一张的明信片 他必须要 一定要 十天内一定要回去 他的老家拿 因为时间已经快过期了 所以就变成 他一辈 就是他是一种 非常认真的上班族 所以他只好 就他也平常也不用 他的这个请假 就是什么 所以他就跟 就这个这个 点语长就放他家 所以他 其实这部片 后来你会发现 他其实是公路电影 他就开始旅行了 所以沿路上 他会遇到一些什么老师啊 然后卖那个什么 现在北海道很流行 那个叫什么饭 章鱼饭 就是章鱼 然后里面灌那个 家的墨汁的那个 家的那个 乌贼墨汁的那个饭 台湾现在有在卖 就是他沿途遇到很多很多人 然后就产生很多不同的故事 那最后当然就是 他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 他怎么样去重新体会 他老婆跟他的情感 这样子 就是很日式的风格 我给三点五之熊 三点五之熊 三点五之熊 八公八公 希望青年儿章节 爸爸妈妈可以带我去 兴趣好玩的地方 我知道在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儿童馆 有个奇幻的秘密基地 欢迎你来找我 土地公 还有Q妹姐姐 一起探险哦 日月之日起 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童话秘密基地 欢迎各位家长 带小朋友 一起来探险哦 一种广告 由客家委员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趁胜追击 喜红杯高尔夫行回赛 六月份前进北海道 喜红旅行社创新行程 喜红杯高尔夫行回赛 为喜爱高尔夫球的 名级球队量身打造 在三座顶级国际球场 展开大赛 享受北海道风光 喜红杯高尔夫行回赛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六月北海道 求有相见欢 喜红架旗 台北 零二 二 一一 八八五五 我爱西门六区 我住台北京旗 电影街是我的视听室 流行商圈是我的衣柜 美食大街是我的餐桌 SURPRISE 两年只要准备两百六十八万起 精松买餐房 买得起的台北市中心 台北京旗 2375 6777 天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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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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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L Bear 里脉 在哪儿 大人 to the ML Bear 那又破梗了 对对对 OK 刚刚我们 I Can't Eat Next出家人 米勒雄给了高昌剑 所主演的日本电影 我最亲爱的 三点五只雄 那么现在这一部 谎言的烙印 这个片子 其实得非常非常多的奖 然后去年在金马银展 有播放过 那这个主演的是 这个麦兹明克森 他就是 有人称他是这个 丹麦一哥 这是丹麦电影 他其实演很多片子 然后他也曾经 跟这个007的首部曲 他也演反派的那个角色 那柔姐一定有看过他 因为他 其实我们之前 办了很多影展 他几乎都会演 那现在也开始走 国际路线 在好莱坞一些电影里面出现 可是他自己本身 就是今年的奥斯卡的外语片 里面有一部叫 《皇家风流史》 他就是演里面那个教师 就是那个引起 对啊 你就是说那部也很好看吗 很棒 其实就算他得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就是那部片真的非常的讲究 而且拍得很棒 然后这部片子 《皇英》的 这个烙印的导演 其实是这个 汤马斯·凡提伯格 也是这个 那时候创下这个 《斗马九五》宣言的 另外一位创办举一 跟这个拉斯彭提尔 是同时的 就是 也是算是重量级的 那这部片子 其实得很多奖 那也把 这个坎城影展 在今年的坎城影展 也让这个男主角 得到最佳男主角的 这个奖 那在欧洲的 这个电影节里面 也提了很多项 然后在英国 跟他们自己 丹麦本身的 这个电影讲里面 很多斩获 这个男主角本身的演技 我给他五只熊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呢 这个片子看到后面 其实我会有点 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 他是演说一个 离了婚的男子 然后他到幼稚园工作 那他的好朋友呢 其实 就是婚姻有点问题 所以对这个小女孩 剧中的小女孩 就是这个引起风暴的 这个小女孩 就是疏于照顾 那这个好友 就是跟他的这个 就是爸爸 是最好最好最好 就是从小长大的 最好的朋友 结果呢 因为这个小女生呢 就是可能 有一点点情窦初开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男生 这个邻居这个叔叔 他就是在幼稚园工作 所以他常常会 带着这个小女生 去上学 然后就是会跟小朋友 玩在一起 有时候你就看到他 拍很多片段 比如说小朋友 就躲在后面吓他 或者他吓小朋友 或者小朋友 跟他一起玩什么 然后有一次 他就是跟小朋友 玩成一团 有些小朋友会把 就是大哥哥或大叔叔 当成好像玩具一样 当成一棵树 在那边爬什么的 结果他倒在地上的时候 那个小女生 突然就扑上去 就嘴对嘴亲的 那个叔叔一下这样子 然后回去以后 他就把老师姐 很小 非常的少 所以我蛮心讶的 这个小女生好会演 他这是那个糖果 老师给他们 或者是他自己做的 那个糖果 一颗心 这个小女生 就那个纸啊 就包得很漂亮 然后就塞在他的外套里面 然后就给他 然后上面有签名 所以这个叔叔呢 后来就 他亲了他之后 他就把这个小女生 就叫到旁边去 就跟他讲说 我衣服里面的一个心 是不是你送的 他说不是哦 他说上面有写你的名字 他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 他就把那颗心 就还给那个小女生 就这下不得了了 那小女生说 他被性侵了 因为他在家里的时候 他的哥哥 就是跟他另外一位 就是好朋友 两个人啊 就是用现在柔姐 手上拿这个牌子的 白配 就是正在看那个A片 然后他就丢了两句话 那小女生就听进去了 他就说很硬这样子 就是他们在讲话 然后在玩 就是跟那个小女生在玩 就讲了一些不雅的话 那小女生居然听进去了 后来他就跟他的学校的 他跟那个校长 就是幼稚园校长讲说 说那个叔叔 就是有一次给我看 就是他的那个地方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行农给 就是把他听哥哥讲的话 就把他弄 就是他全部把他混在一起就对了 这下不得了 然后又刚好碰到 那个幼稚园的校长 是一个很夸张的人 因为当他把这件事情 告诉这个教育 教育单位的某一个 就是可以帮忙他的人的时候 然后他问得很直接 他就问那个小女孩说 怎么 就是刚才他讲 重复他的话 然后甚至问他说 你没有看到白白的东西 这样 结果那个校长就跑去吐 这样 他只是听到而已 所以后来就不得了 这个事情就越闹越滚越大 然后全部的 就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他开家长会的时候 直接当场宣布 这个校长 他就蛮夸张的 他直接宣布说 有没有其他的孩子 有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 请来跟我报告 就后来全部的人 全部的小孩子都作证 说这个叔叔把他带到地下室 去干嘛干嘛干嘛 这好像麦克尔杰克森的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吗 我觉得应该 就是他把他弄得比较drama一点 所以我会不喜欢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太drama了 就是怎么有那么刚好 这全部全世界最碎的事情 就全部都发生 而且他后来多缩碎 他其实他有认识一个外国的老师 就在幼稚园上班的 结果后来连他这个女朋友 都怀疑他的 然后他后来甚至去买一块 牛排都被揍 就是当整个幼稚园 都来控告你的时候 所以其实是没有 就是那个小女孩的那个 他就是爱不到 幼稚园的小女孩 对大概三岁吧 三四岁 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小孩 都说有呢 那我要直接破梗 反正后来是没有 是查到了 可是这个事情还没结束 这时候只演到电影的一半而已 这时候只演到一半吗 对后面好惨 这不是整部电影吗 没有不是 天哪 后面就 反正就非常夸张 看这部戏我好气 这样 我就觉得这些大人真的疯了 小孩子也疯了 应该把他抓起来判死心 真的 这害死 真的会害死人 很惨 我给四肢熊 谎言的烙印 等一下我可以试一下 跟柳姐讲 问你出在哪里 谎言的烙印四肢熊 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 单卖剑 稍微夸张的这样 就是他如果可以让他合理一点 我觉得会更棒 OK 而且跟枪有关系 这部戏还跟枪支有关系 明天记得爱上我 这个柳姐有看 柳姐可以直接给你吗 好我先给 我给三点五只熊 我给二点五 二点五颗粒这样 三颗粒 好好好 那那个陈俊宇导演 那时候有跟范小轩来 那范小轩真的在这部戏里面 演得非常好 我会多给零点五的原因 是因为 我那时候是跟其他的观众朋友 一起看的 然后当任贤奇 第一次亲他的 喜欢的那个男生 那一刹那呢 你又破梗了 整个戏院的男 他剧照片里面就有了 OK 整个戏院 整个戏院的女生 在那边 哇 在那边打架 这样子 然后就发现 这个有什么好叫 可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戏就是 这部戏标准就是拍给 粉丝跟小女生看的 所以他们会很爱 你不要小看这些人的 the power这样子 就这部戏 他就是拍一个 这个上班族嘛 然后他就是 一开始是魅于他自己的性向 然后硬结婚 然后生了小孩 可是等到中年时候 他就开始养了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 其实没有 就是这对夫妻 真的结婚九年吗 这个好像太没默契了 真的这个说服力有点不够 你说哪一部分 就是整个两个人的互动 他老婆应该 哦 就是任贤奇会拒绝他吧 就是 不是啊 没有没有 我就说前面一开始啊 上班的时候 刷牙 对刷牙 那些都很不自然 对不对 好像好 那就可能 好成熟哦 是不是那个导演 自己没结婚的关系 导演好像还蛮年轻的 对不对 而且你真的 不是 不是 因为真的 你如果 一开始 一开始是什么 是范晓鲜在刷牙 没有就是任贤奇在刷牙 然后 然后范晓鲜问他 还有多 要进来上厕所 对要进来上厕所 他进来尿尿 结婚九年的夫妻 的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尿 我就进去尿了 还会说 边走边尿这样 不是 你还会说 还会说 还会说 你还有多久 这样我要尿尿 你这是急了 你根本就 就进去上了 不是吗 你老公在那边刷牙 这有什么呢 不是很通 你知道吗 所以我学校 不是编剧没结婚 就是导演没有结婚 不是 就是整 然后就是 没有就是 我觉得国片的 很多的问题 就是话太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用讲的 对就用讲的 就是 就是因为编剧要多 要写字嘛 我不知道 比较多嘛 不是啊 就是 是这样子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 应该是一本多少钱吧 而且很客气 你还要用 你还要刷多久 对 我就说 快点啦 我现在来不及了 我要上厕所这样 就是不需要讲 对啊 只要拍动作就OK 对啊 就把它推到一边去 我干嘛 对啊 或是这样劈啪 这样用力一点 我觉得我们国片的问题 就是太多都是用讲的 而不是用演的 用拍的 嗯 呃 不过就是 任贤其他自己本身 就是去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应该是 蛮挣扎的 然后那个香港的演员 其实演得不错 然后配正很抢戏 香港的演员 演得很好 很好 他叫黄什么 今天有发信 我一看到 他们宣传没有提到他的 但是 然后 然后 赞小萱演的那个程度 跟 跟任贤其演的 成 的感觉 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你知道吗 感觉 而且感觉 这两个人在同一部电影里面吗 这么糟糕 没有 我比较吓到是小野 飞到天半空中的时候 对 那个在干嘛 那个在干嘛 为什么要演这样 后面我比较习惯的 后面当他们唱歌 在KTV那边表演 没有 不是 然后后来又突然又有一个 韩国偶像 从电视机跑出来 那个是他们的 最伟大的设计 不是吗 不是 我觉得 你到底是想要拍一个 哪一种 你到底要拍一个 哪一种 类型的电影 你知道吗 可是 可是那个导演的 一向的手法 就是你有很写实的部分 但是又很卡通的部分 好像还有动画 对 我就觉得 这电影到底在 到底 那个风格是什么 台湾的导演 好像都蛮喜欢 走这种风格的 像宝米恰恰里面也有 就是都会来一段动画 甚至于纪录片也有 为什么要来一段动画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 信心不足 你就非要用一点特效 还是 资方的意见 不知道 我是资方 我不要你花这种钱 浪费钱 不是 不是你 就不是你 我是自骗 我说拜托 不要这样浪费钱 我打电话给你 但我不懂 要让 就是 就是表示你 每天日复一日 在一家眼镜店 做同样的事情 非常boring 所以突然要有一个 你的那个ex老板 想象力 要像Mary Poppins一样 拿一把伞 飞到天空中 神仙保姆那样 飞到天空中 我这其实是 你知道吗 就是一放进 你好像又很 没有 而且我觉得 他很妙 他后来那个小友 再出来一次的时候 跟一个老客户 我觉得他是不是 一有所指 是不是两个 其实 就一个老客人 在帮他弄眼镜的时候 你好像想太多了 就有一点点 就是他们眼神很暧昧 不知道 反正 我觉得基本上 这部片 就是非常可爱 然后可能有人会觉得 某部分也表现了 台北的上班族 那种同志 弟弟活动 或者是什么 某一部分的一个写实 然后我觉得观众会买账 这部片就很可爱 而且其实 但是我觉得蛮表面的 蛮轻的一部片 整个讲起来 就是他至少 整个运作 流畅度 就是除了 某姐刚才讲的一些 我觉得是OK的 就不会有太多 不会像阿嬷的情人 就是会觉得 这边好像少了什么 那边好像少了什么 他其实 就是还蛮成熟的 有吗 那整个店 我觉得蛮平的 亮点是范小轩了 对对对 他真的演的不错 对对 然后佩真很强戏 就他那个 讲一句话 中间都会夹英文 这个很好笑 你不知道吗 我今天好当 什么 之类的 就是那种 一定要来一下 OK 我给三点五只熊 就还蛮可爱的 我自己是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还 观众会喜欢 三点五只熊 明天记得爱上我 OK 所以这个是 任贤奇 范小轩 还有石头 夏宇桥 柯宇伦 佩真 蓝军天 我觉得夏宇桥 跟石头那一段 比较 比较 boring这样 对 有点太夸张了 就是 就 其实你可以专心拍 他们三角 我在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 我是雷明柔 我喜欢鸡毛扇皮 芝麻绿豆 饼干 雪 我在I like radio 力大铝门窗 以不断创新的进化结因 让窗的结构 开始有呼吸 有声音 有色彩 成就现代建筑的利与美 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 德国经典工艺 跨世纪品牌 一辈子收获 力大铝门窗 Breebar I like radio 独唱3D波金技法 及新世代的开背按摩手机 让您紧绷的全身 从头到脚彻底的解放 复式按摩椅 妈 我回来了 哎哟 你的自动机 怎么没什么都没缘呢 因为我骑的是 TES电动机车 安静环保性能好 续航爬坡 没问题 现在还有钢额补助哦 真是这样子 这样子 刹行请播 0800-527-027 请上为经济部工业级广告 复式按摩椅 只要三万九千九百元 母亲节特加破盘大回馈 一日起满五千 再送五百 复式按摩椅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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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认真的米勒兄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没有破梗了 我们来看电影的X出家人米勒兄 那么凶烈杨家将 这部片真的是花蛮多时间跟精神的 那尤其仔仔在里面 他演的角色有点类似像 《魔戒》里面的最帅最帅的 对对对 那个男生 他就是等于一个神射手这样子 那我们都知道杨家将的这个故事 可能就是比较年轻辈 可能比较不知道 那基本上呢 虽然他们一直在讲一个梗 就是说这个涉泰君在他们出征之前 被奸人所害那个宰相害他们 然后一家人就是一家八口 就全部都要出征这样子 然后不是不是 就先先老爸先去 然后其他孩子要去救他 那我们都知道最后会是谁 就是回来 可是应该是有蛮多人都不知道 可是就像我们这种年纪的 就比较 因为已经看这个版本 从港剧电视剧 台湾拍的 然后大陆拍的 就很多版本都有过 甚至于看到阳门女将之后 就是 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梗 然后我比较惊讶是他们今天有发 就昨天有发一个新闻稿说 徐帆居然跟曾益健 就徐帆是演涉泰君 是演他的妈就对 就曾益健跟那个徐帆是同年纪 就是曾益健是一样的 徐帆就是那个谁的 那个唐僧大帝政的女主角 对啊 不是让你感动到流泪吗 对很感动 但是后来没得奖 徐帆跟曾益健是同一个年龄 对对对 难怪我到大陆 人家会认为我是80后 你是啊 下次是90后 难怪我到大陆 人家会认为是 徐帆跟曾益健是同年龄吗 Oh my god 这就像以前就是这个 征环战的皇帝跟谁是同年 跟吴奇龙 对的 人家有保养吗 有花钱吗 我们应该再找10个 让你觉得很惊讶的 这个应该蛮多的 这个应该蛮多的 像那个 之前演那个什么 X战警 X战警那个 那个前教授 那个 他其实1977年 昨天生日 今天生日 还是昨天 他真真小我一轮 36岁 但是他看起来 就像50岁一样 很多外国明星 其实明星 其实有时候变化 中叶杨强 那这套就是演老拔 就是这个 最大的大家长 他实在是 到现在保养的 还是很好 很帅 那里面他有非常 就是展现他那种 武打的一面 那里面全部的这个 这些儿子 都找得非常的帅 什么 吴尊啊 曾益健啊 周玉民啊 然后其他有的 我们可能比较不熟 就是大部分明星 于波 李成 林峰 傅 欣博 就是他里面 每一个妻子 都有他的戏 那吴尊呢 吴尊他的戏份 比较多一点 因为他后来 有背着这个老爸 然后最后跟这个 等于是 金兵那边 就是跟他们 大打出手 什么的 那我觉得 这个导演 他经营这个 武打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拍的真的是 水准之伤 就是可能是近期拍这种 古装的武打戏 拍的是最好的 而且他真的是大量的使用 比如说像那些马战马 什么的 就是真的是 真枪实弹的 不是用那种动画去弄的 然后整个那个效果 就是非常的惊人 可是呢 我觉得就是 可能是导演 他自己刻意安排的啦 就是说里面会出现一种 台湾 台湾很有名的口香糖 这样子 我不晓得北宋时期 居然有那个东西 这样 然后后来也有人讲说 其实苏东坡好像有吃过这样 我不知道 就是槟榔啦 然后这个戏里面会出现不止一次 然后每当 他们一讲到这两个字 我就大笑这样 这是我不可克制的大笑 可是基本上这部戏 这部戏是精彩的 而且 就是我必须要推崇他那个 武打的那个部分 尤其最后那个 一场那个大战啊 真的是 非常的壮观 而且 呃 这一届 还有这个 曾少秋 他们都有独自 跟其他的 就是这些 呃 这个 敌人在打的 打的那个片段 都拍的真的是 呃 惊天地 气鬼神 这样 不过他很妙 他也找了 这个 这个 Suber Junior M 来唱出 是摆在最后面 宅宅跟无尊呢 他们都很有表现啊 都很有表现 对对对 而且都还蛮帅的 嗯 然后那一期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是他们全部全员到齐 嗯 就是在台北那个造势 嗯 然后当然在座全部都是他们的粉丝这样 做前面大概三分之二都是他们的人这样 嗯 嗯 就是一讲话就哇 开始叫的 气氛非常热烈的 非常激烈 对 OK 我给三点五只熊 三点五只熊 还蛮值得看的啦 忠烈杨家将 嗯 嗯 那么所以主题曲就是 寒流 Super Junior M 我听